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三则震撼的国际热点新闻 每一条都与您息息相关 首先,一场关乎中东局势的重磅对话 以色列总理向川普抛出了一个烫手山芋 该如何处理伊朗 川普的回答让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 接着,一则让所有中国老板都要警惕的消息 一位前官员被指控涉案31亿 被迫发表声明与国内所有亲友断绝关系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 最后,美国各界都怒了 纽约时报在一件最忌讳的大事上 居然做出了帮助中共的惊人之举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美国各界如此愤怒?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直击 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天,我是李小宇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些重大事件背后的真相 别忘了点赞订阅留言,打开小铃铛 选全部,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事件背后的真相 探讨他们对世界格局的深远影响 以总理问该如何处理伊朗? 川普回答 以色列总理尼泰雅胡办公室周日20号表示 尼泰雅胡与川普通话事强调 以色列根据国家利益决策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指出 尼泰雅胡总理重申他曾公开说过的话 即以色列就美国政府所提的问题进行考虑 但是最后会根据国家利益做出决定 路透社报道 川普稍后在费城告诉记者 他昨天跟尼泰雅胡的通话非常愉快 尼泰雅胡针对如何处理伊朗仪式 问他意见 伊朗近日发动飞弹袭击后 以色列正考虑进行军事回应 川普说 他问我对此有何看法 我只说 做应当做的事 警告中国所有老板 被31亿声明和国内所有亲友断绝关系 中共当局日前指控黑龙江省基西市 贺港市员副市长李传良涉嫌贪腐 是按资金于31亿元 身在美国的李传良早前已公开质疑指控 他17日在接受大纪元专访表示 牡丹江检察院作为公告的主体单位 还有黑龙江监察委指控的很多事实都是虚假的 李传良2018年来的美国后 在美国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自称 因无法忍受中共官场的腐败而主动请辞 并表示自己已退出中共加入中国民主党 同时还认为 中共体制内像蔡霞一样 对中共体制不满的人有不少 但很多人害怕被举报 从而敢怒不敢言 李传良对大纪元说 说我2018年11月份就出逃 这是我正常出国治病 他没有证据证明 你说出逃 你也没有立案 我为什么出逃呢 还有指控的很多罪名 什么贪污受贿等罪名都是编造的 根本不存在 他强调说 我2014年5月就提出辞去公职 经过很长时间的审计 上级审计部门 上级监察委 上级组织部门 都向省委报了以后 然后才批准了我的护照 因为得病了 我才可以出国去治疗 李传良说 因为他在中共体制内做了这么多年 许多人可能认为这是贪污受贿所得 实际这些资产大部分是企业的 只要研究这个企业是违法还是合法就可以 李传良还质疑 到底这些资金资产怎么形成的 因为很多资金资产早就被分配完了 看来所有跟自己合作的伙伴 有关系的没关系的 都被牵连了 他直指这是土匪的做法 李传良说 他已跟所有家人断了联系 他说 我先声明一点 我跟我的所有家人都断绝了联系 我的近亲 因为我的缘故 他们也都主动断了联系 因为经过这一个事件 亲属朋友 同学同事 合作伙伴都受到牵连 他说 有一位近亲 已经被酷刑折磨成植物人了 有的人已经去世不能对症了 非常恐怖 所以我都断绝关系了 因此有关的法律文书 他都没有收到 他说 官方通过这一纸公告 是典型的用不合法的行为 想做成一个所谓的合法的动作 太可耻了 纽石干这惊人是帮中共 每个界愤怒抗议 今年8月 纽约时报 在一篇有关法轮功的报道中 扭曲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真相 研究中共活摘器官问题的专家 学者 律师以及美国政要 接受大纪元采访 对纽约时报的报道 提出质疑和分析 纽石文章称 耶鲁大学法学院 蔡中增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林伟 对使用囚犯器官的情况进行了记录 没有证据表明 存在对法轮功学员 以获取器官为目的系统处决 对此 国际知名人权律师麦塔斯 告诉大纪元 据我所知 此人没有对良心犯器官被摘取的问题 进行过研究 并似乎对目前已经完成的研究也不熟悉 麦塔斯是最早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 器官的行为 展开调查的专家 调查中共活摘器官问题的美国作家葛特曼 就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告诉大纪元 我从未见过他 发表过任何有关囚犯器官的文章 他也表示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纽约时报所报道的林伟的观点 获得了认可 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 宗教自由中心主任 妮娜谢一说 中共从哪里获得的器官 他们没有问这个问题 他们也没有坚持进行独立调查 我认为 纽约时报对法轮功抱有敌意和偏见 因为这篇文章违反了新闻道德 违反了新闻的独立性要求 和需要核实新闻来源的要求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问题 被专家广泛研究和证实 美国国会 欧洲议会也通过了多个决议案 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行为 2024年6月25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 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 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 迈塔斯质疑纽约时报没有做真正的调查 迈塔斯说 纽约时报从未就中共摘取器官的问题征求过我的意见 他说 据我所知 他们也没有征求过任何研究中国良心犯器官遭摘取的人士的意见 美国调查记者葛特曼在采访中说 我在北京目睹了法轮功学员遭到大规模的逮捕 中共迫害法轮功始于1999年 葛特曼当时在北京 葛特曼表示 他撰写《大屠杀》一书的过程中 采访了很多逃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 其中一些人是农民 这些人中很少人知道器官摘取的事情 比如对眼睛的检查 体检医生只关注眼角膜的健康状况 而不是真正关注视力 医生用光照射他们的眼睛 看看眼角膜是否清澈健康 但这与视力测试中询问你能看到屏幕上的字吗 你能读给我听骂的用意完全不同 眼角膜只是一种组织 而不是器官 每只眼角膜的价格约为15000美元 如今可能要3万美元 他们不在意检查视力 也不在意检查大脑健康 因为眼睛和大脑是不能用于移植的 而可以移植的器官是肾脏 肝脏 心脏 肺 眼角膜 这些都是可以售卖的器官和人体组织 许多法轮功学员注意到 法轮功犯人在集中营 监狱 黑监狱 或拘留中心接受体检后 通常就消失了 就纽实 最近有关中共摘取器官的报道 美国兰托斯人权基金会主席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 国际宗教自由峰会 现任共同主席 卡特里纳兰托斯斯威特博士 告诉大纪元 他们已向纽约时报表达了抗议 他说 实际上 我们联系了纽约时报 对其报道表示抗议 我们发起了一个抗议 告诉他们 这是一个不准确的报道 他们 纽约时报 被中共用作针对和平的 无辜的信仰团体的宣传工具 他们不能让自己成为 中共针对法轮功的宣传运动的武器 斯威特说 这太可耻了 太可耻了 他们自称是权威报纸 但他们的工作并不专业 也不够充分 我们确实对这个报道表达了抗议 葛特曼告诉大纪元 他估计有数十万法轮功学员 死于手术台上 被中共杀害 以获取器官 他说 因此 纽约时报对本世纪最为血腥的 种族灭绝行为 发表了非常冷酷的声明 他们 纽约时报应该撤回报道 并道歉 大纪元也就葛特曼 谢一 斯威特 德斯特罗 海利 对纽约时报的相关观点 向纽时寻求制评 至本文截稿 纽时没有答复 今天副频道的视频是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新闻 从日本的社会现象到惊人的预言 再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 首先 我们来看一则引起广泛关注的新闻 日本媒独大爆发 竟然有人聚重晒照 但真相可能出人意料 这背后竟然与中国的404夜店有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将为您揭开谜底 接下来 我们将探讨两位著名预言家的惊人预测 保加利亚灵媒 盲眼龙婆88万家 鲍巴·弯格 和法国星象大师诺查丹玛斯 Nostradamus都预言2025年将发生重大灾难 他们预测 明年可能有百万人丧生 欧洲将爆发战争 甚至古老的瘟疫可能卷土重来 这些预言是否可信 我们该如何应对 最后 我们将以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 结束今天的节目 一位女性在寺庙捐款后遭遇意外 水箱砸中她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奇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希望也从未远离 您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观看 欢迎您点赞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通过真实资讯 超越同温层 做出最佳选择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副频道 您可以在我们主频道的首页向下滑动 找到副频道的图标并点击进入 此外 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 通知发到主频道的社区 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